人无时界以来迷的时候 就是迷在自私这里 世间确确实实 误导大家的那些事理都很多很多 我们不细心去观察去辨别 往往也被误导 这个前几年 我在香港讲经 这个香港亚士来访问我 那个何姓何的何先生 咱们也很有名望的 他就跟我说 中国古人常讲 人不为己 天主体灭 这个话怎么说 那谁不为自己呢 为自己是天经地义 这就是自私自利是天经地义的 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一句话 误导了许许多多的众生 我就举个例子 释迦牟尼佛一生 没有为自己 孔子一生 没有为自己 历史上 许许多多知名人物 都是为众生 不为自己 天也没住他 地也没灭他 反而流放 那释迦牟尼佛 这个世界上 已经将近三千年了 多少人拜他 多少人恭敬他 误导了众生 损人 决定是害自己 决定不是利益自己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他还问我一个 姓善姓悟 这个孟子主张姓善 行子主张姓悟 他问我 到底人性是善是我 主张姓善 姓悟 是邪人的说法 圣人不是这个说法 那圣人怎么说呢 圣人说 性相近 习相远 那么说善物是习性不是本性 所以我们一定要肯定 人性本善 你看从前同盟教学 三字经上头一句话 人知初心本善 这个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同 这个性本善 就是佛法里的讲点 一切众生 借由佛心 佛心是本善 为什么会变成不善呢 那是习性 所谓是尽朱者车 尽末者黑 那就是被环境 然无点 已经不是本性了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这个是真相 你才晓得教育重要啊 中国外国 你看看全世界 大声大喜 他们出现在这世间 他做什么 都是做教育工作 释迦牟尼佛 现在把佛教 称为宗教 释迦牟尼佛听到 都会略远略远 他不是宗教啊 你去看看经典上记载的 释迦牟尼佛的一生 他所做的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的教学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跟空老父子一样 有教无类 自己一生作者 从事于教育工作 空老父子 实在讲 他老人家从事于教学 时间并不长 但是他一生做学问 修养 那确实是非常的深厚 真正教育 真正教化众生的时间 只有五年 五年的成就 我想 我想空父子自己 也没想到 他的心目当中 是在讲 是希望 替国家 替天下 那个时候的天下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地区 就是为一切人民 做一点好事 他确确实实 他是想学周公 想学管中 非常可惜 周游列国 列国的诸侯 所过军 没有一个人用他 这个他没有法子 回到家里去 回家去教学 没想到 教学成了万事事病 变成全中国 一直到今天 人家都尊敬他 这是他没想到的 他如果真正 当时有祝侯 请他做个宰相 我想他的成就 在中国历史上 也只能向周中 观众向类似 不可能变成万事事病 这就是说明 在这个世界 无论中国外国 无论是古今 教育 教育比什么都重要 今天的社会动乱 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把教育 做 这个教育叫什么 叫你做人 神圣 教学的内容 这我们 讲习里头 常常提到的 叫我们了解 宇宙 一切法的真相 佛经上讲的 诸法 那用现在的话来讲 宇宙人生的真相 你要搞清楚了 搞明白了 你就知道 我们应该怎样做人 应该怎样做人 所以这个教育的作用 无非是让你明了 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 这叫道 这就是道 关系搞清楚了 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 生活 什么样的方式 除世待人介无 那就是德